事實上我覺得不太不可思議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也加議人 我也加議人 那麼侯友宜 他利用拜六禮拜 所謂非上班時間 去造勢 參加各縣市 照例來說 我剛開始叫他今天應該回去 故鄉加議 直接到嘉義去 你知道嗎 可能不是 他的加議是在台北 他的加議是在台北跟同鄉會 我跟你說 如果要辦同鄉會 不管你是新北 東 台北 哪裡 因為 冰箱是在晚上就可以辦 而且你冰箱是在晚上休息 晚餐時間 人也不會去批評 你說新北市長有正義 去造選舉的行程 因為你也是加議同鄉會 也有信北市的加議相關的 同鄉會的人 我覺得他參加加議 新北的同鄉會 不是第一次了 從副市長開始參加到現在 所以照例來說 如果是好不容易拜六禮拜 這麼好機會 天氣又這麼好 你當時回去自己的高雄 你看他去過高雄 對吧 他去過高雄 很多官司都去過 台中也去嘛 你能靠去台中 你如果不快來加議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 你當然可以說 因為這個算是來台北 同鄉會支持你 你錯了 戰略上的這個跟戰略上的 這個等於說高度就錯誤了 為什麼呢 我剛才說的 第一 冰箱是晚上就可以去了 而且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旅北同鄉會有沒有 包括加議 人就已經跳出來 挺過這個算是說 賴清德嘛 當然啦 有時候會長啦 東鄉會會長啦 或是一些幹部 或是什麼 大家有不一樣的看法 沒問題了 我也加議人啊 我就不想聽說 侯友宜嘛 我說坦白 我加議拿到侯友宜 回去高雄 他的高雄破竹 還有人 國民黨的發言人有沒有 說他是六叉 他是客主人 他不是六叉啦 他當時是六叉人 你如果國民黨發言人 連這個他的高雄 你搞不清楚 還要我稍微微緩的糾正他 你知道嗎 照例來說 你會常常回去高雄 你如果不常回去高雄 你很不容易對不對 你也要像我一樣嘛 我王水町在電視上面說幾次 我是加議客人 我沒有隔壁民鄉人 你當時回去一次 我常常回去 我過年也都回去 同鄉會也要回去 要在台北辦是怎麼道理 一定要吃自己最出名的 算說雞肉飯 要那個火鍋 那個火鍋我排不到 林聰明那我排不到 我都去吃雞肉飯 扁黏黏黏 問題是為什麼 人不親土親就是這樣 你會回去高雄 不然你也把你的高雄 掛在你的家裡的上面 表示說我心心念念 是我的高雄 我們老的都回去做事 就是說我們 我們跟我們中人 都自己民用 他們也回去做事 不過我也會回去嘛 對不對 為什麼那是我的高雄 你的高雄要回去 你高雄我告訴你 三八雷 沒有 我在嘴巴上面 人家聽得比較爽 我回到我的高雄的時候 我們客戶 或是民用 我常回去 沒有去聽他們做算 這麼多好朋友 看到我都很累積 我嘉義人也是表演很累積 豬樓山就是豬樓 豬樓就是嘉義嘛 對不對 加祺義 所以意思不用嘉義人 最有正義感 就是這樣 你為什麼不回去你的高雄 那個我是這個侯友宜 紀念你要回來你的高雄對不對 你還在加祺造勢 我不會在台北 我絕對直接殺到 譬如說他的高雄是破族 我就絕對在破族 我在哪裡出事 有沒有 我在哪裡長大 我在哪裡開始 而且我跟你說 第一站就應該去啦 第一站不應該去 董事長開獎的 因為三人報 還要去高雄對不對 你高雄是不重要的 你高雄在想中的第一名 No.1 我的高雄 我在講 我這麼說 我到父親 高雄因為是我們第一名 一定是這樣 為什麼 豬樓宜沒有從故鄉出發 是因為新北這個嘉義聯誼會 同鄉會 都沒有挺 豬樓宜嗎 因為很簡單 因為同鄉會 有人出來挺多青庭 挺多青庭 每一個人有 每一個人不一樣的支持 你扶輪車 沙拉火 青雄火 大家都有聽不一樣的 沒關係 我不會去克責李家楷 為什麼呢 這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他決定的 那個我是李家楷對不對 我標車也載回去 我說這個 去無處理 你坐高鐵就可以了 你說高雄 碰風水結台沒有 意思是說 你高雄先換 贏十萬票 不可能啦 兩親控二十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副總統就是高雄 總統創英文 在高雄我們 總統贏韓國瑜 九萬八千五百三十二票 在高雄七 高雄七相對喔 是黃敏慧藍營執政 黃敏慧做第四任 在高雄七贏四萬兩千九百九十六票 總統高雄七贏十四萬一千五百二十八票 那麼好啦沒關係啦 這次你說 因為這個聲稱不是副英文 賴清德 現在還有一個克文哲 算少一點 扣掉四萬票 也還贏十萬票 你為什麼說人家泡紅水結台北 我都坦白了嘛 你要回去高雄有沒有 像我這麼近 像我家裡都說我的高雄對不對 信心黏黏 師叔黏黏都說我的高雄 不相信你去Google Google是不是我常說我的高雄 對不對 還有我的高雄的這個相比 還是說什麼 我從以前到現在都這樣 我們客戶是家義官最歲最歲 你知道嗎 不過我們客戶人最高雄嘛 就是這樣嘛 我們七星都支持民進黨 就是這樣嘛 為什麼就是客戶人就是 敢於跟那時候的專制獨裁國民黨 跟他相拚嘛 很簡單啊 所以你說人這樣有沒有 你自己在台北 說人這樣 說人家自己不可能 我跟你說 一個人做指標就好了 什麼人 黃敏慧 黃敏慧今天就真的 你拚你拚到兵去有沒有 拚你拚到什麼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放下 一定要來拚你 中國國民黨最重要的總統候選人 你媽媽要怪人黃敏慧 你四年前你侯友 是怎麼去拚韓國瑜的 人韓國瑜來到你的地盤 三年保水養公園 人家在做事 你新維新北市長有沒有 你說你另有要務 另有行程 你不敢來嘛 我說坦白人嘛 我是韓國瑜 我就跟林明珍一樣 點滴在心頭嘛 對不對 為什麼你是怎麼對台語的 現在人怎麼對台語的 很簡單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這是一個勤務 家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情有意勤務 就是這樣 所以家人都說 我們台灣人 我們家人 對不對 所以你侯友 你現在在媚人 對不對 你自己本身 不是在這麼媚人破洪水館 你自己應該自己比較緊急 自己你的破除開始 整個所有的事 自己很大 阿里山也自己的 你要知道 所以你整個家人 管治人早逃逃逃 那沒有 沒有吧 對不對 你已經三禮拜了 整早你三個多禮拜 你現在整個家庭管治 你的家庭 我回去幾次嘛 這就是為什麼 我就非常不能理解 那麼簡單的事情 為家庭回去有沒有 回去自己的家庭的家庭 我如果他我辦兩天 一張在台北 一張在家庭 而且一定先為家庭開始 還不是這麼在台北 連這樣的安排都不懂 連這樣的選舉都不懂 我看了沒什麼 不然民調會這麼多 當然有差啦 問問講 我們在看那個 一些這種這種聚會 你要怎麼去看 有些叫標準配備 有些是要看少了什麼 有些是要看多了什麼 好 在講延親標 不到場之前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給大家聽 王金平 王金平不是請這個 這個 侯瑋吃早餐嗎 對 吃早餐的時候 他把陸淑美 以前的副議長 然後這個孝漢俊 這個跟龍會理事長 都帶在旁邊 還有一些人 你看到這一個 這個規格的時候 它是什麼 是什麼標準 我叫做 我說這個叫標準配備 標配 標配的意思不是六十分 他比六十分還要高 可是為什麼他是標配 沒有 我沒有說百分之百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去對比 韓國瑜到高雄的時候 也是這個規格 吃早餐 這個這個規格 不會低於韓國瑜 可是有沒有高於韓國瑜 我講的那個 沒有低於韓國瑜 不是指他選總統 是指他選高雄市市長 三三造勢之前 那選市長跟選總統 真的一樣交會就有差 我一樣在用 王金平院長做做個表 做個讓你比較的地方 柯智恩不是選 柯智恩也有吃早餐 也就是說 為什麼是這個規格 因為王金平是國民黨黨員 他是國民黨 你是黨提名的人 所以他不會撕這個理 而且他把他的核心幹部 有沒有帶出來 有 到了前立法院長王金 所以你就要知道說 這就是這個 好回來看 延青 延青標沒有出席這個事情 顏寬的是不是國民黨 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對 顏 顏立民 他的那個 他們這個副議長 也是國民黨籍 侯友宜是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黨籍立委跟副議長 怎麼可能不在 對 要到 這是基本該有的規則 這是基本的標準 所以這也算標配 對 好 那為什麼要討論延青標 因為延青標是無黨籍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的黑派就是延青標 今天的黑派 跟我在跑台中縣的黑派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 以前我們在跑台中縣的黑派 黑派有很多頭人 不是一個人說了就算 今天的黑派 一個人說了就算 顏寬恒再怎麼重要 充其量叫少主 在派系輪理上 顏寬恒就是少主 顏爸爸 才是黑派的掌門人 這不要懷疑 不管他是有什麼背景 不管你喜不喜歡 黑派今天就是看 這個延青標 那延青標沒有出席 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好 可是顏青標有沒有跟侯怡翻臉 我跟你講也沒有翻臉 為什麼 這裡面有藝術 政治上的手腕 什麼意思呢 顏青標最在乎的 還是顏寬恒能不能贏 那個林靜宜 所以那個時候挺郭台銘的時候 有一個好處 郭台銘一般我們都認定 他會有什麼 經濟選民 經濟選民 那顏寬恒是不是輸給了 在補選的時候輸給了林靜宇 他要補 郭台銘也許可以幫他補 因為那只有幾千票 可以幫他補一些 你要知道這個時候 兩個人都已經是緊繃的狀況 要多一千兩千票都很不容易 好 你把郭台銘跟侯友宜放在一起 那郭台銘可以幫顏寬恒補什麼 郭台銘可以幫顏寬恒補經濟選民 那侯友宜可以幫顏寬恒補些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意思是說也沒有什麼情分 他有沒有不給侯友宜沒有面子 也沒有 因為他女兒都到了 子女都到了 可是他自己沒有出來 那為什麼 我就會揣測 因為他缺席 我們講說標準規格 少什麼多什麼 他沒有出席就少什麼 為什麼少這個 因為郭台銘 郭台銘 就是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七月二十三 國民黨全代會 之前 你所有的在看侯友宜的一系列造勢 你都會看他多什麼 少什麼 還是標配 在台中這一場 就是少了這個延慶標 如果處理得更好 清水敗廟 正能工也去 我兩個都顧到 但是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是這樣子處理 就是你的處理 你的處理 或者是你安排好了沒有 因為你到了鎮南宮 如果沒有延慶標會受傷 這個又跟這場不一樣 如果你到了鎮南宮 沒有延慶標 你會受傷 所以為什麼 我們在看的東西就是有一些細節 細節 那像這個明天 他是預告明天 明天 因為這是上禮拜的新聞 六月六號 你在看 楊文科 因為是國民黨籍的縣長 他不會不在 議長國民黨籍 可是你在看的是什麼 新竹縣市直線距離 竹北跟新竹市直線距離很短 你到了新竹縣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新竹市 高宏安是市長 但是他是台灣民眾黨的 那議長呢 許秀瑞呢 許秀瑞是國民黨籍的 那你如果只有 因為他在明星公專 在興風 你只有楊文科 而你的行程 沒辦法延伸到新竹市 這叫做什麼 缺什麼 就是你還沒有安排好 那這個 這個就會讓 讓你在關 我們在關 我自己在觀察 這種選舉的過程當中 就會知道說 新竹市那塊 還沒有 還沒有連上 那新竹縣如果只有楊文科 那算不算只有減配而已 就標配 這也是標配 這不能像減配 因為他是執政縣市 可是你新竹市沒有進去 或者越晚進去 你的壓力會越大 那新竹市那一段呢 一樣 許秀瑞的後面連結是什麼 又是郭董 所以好有疑 你在看他行程 安排來安排去 很容易讓你拆 不要說一定 後面是不是 那郭董因素還沒甩開 看起來就是還沒有喬定 對 就很 你很容易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 怎麼會是這樣子安排 因為你下去 你時間有限 下去一檔 比如說我到了 到了臺中 我一定是縣市 山海豚 一次要把他南瓜起來 這樣才會省時間 然後還能夠展現力量 就好像就好像 好 忍不住還是講一下 那個嘉義線的事情 會有餘的幕僚有一個缺點 五月十七號國民黨徵兆那一天 因為要徵兆是事先就知道的 包括退休警察幫他辦了八十八場 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更好的安排是怎麼樣 五月十八號一大早七點 他就回到舖子去佩天公四百年的媽祖廟 就在那邊很隆重的跟佩天公媽祖講說國民黨徵兆我選總統 然後後面是一大堆鄉親 這樣子來當起手勢 是符合嘉義人的感情 就你在臺北辦一場跟你如果在五月十八號 候選人本身跟候選人的幕僚團隊 這個時候的世衛邏矩 這這個你知道少那一點點會差很多 如果今天被我講完 你才去有一天你到佩天公 會不會笑 就是說我們這種觀察 我們只是觀察選舉的人 我們都會想到這些事情 你就要知道說選舉是累積的 你要怎麼讓自己不斷累積加分 侯友宜最大的麻煩就是郭台銘 因為剛才瑞雄講到那個民調 我再補一下 為什麼要美女島電子報在做第二次民調 就是因為那個民調做了以後 吳子佳東想嚇到 所以他要再做一次看看 不要被人家講 做出來結果為什麼是二十出頭 因為那個新聞發酵 所以五月二十九禮拜一禮拜二做民調的時候 原來躲起來的那三點多趴 表態了 十八加上那三點多 大概就是侯友宜 第二次做的支持度 所以他是二十以上 但是不要告訴你是多少 為什麼 你把那個十八加上三點多不到四趴嘛 最高最高大概就是二十二左右 柯文哲人家是二十五六 我沒有想到 這次是十八加上三點多趴嘛 這個事物 是一十一一 二十四五 都在這次 有十四 三十五 是一十五